好幾人自己在起樓上 雙方怒氣沖沖不登就修 甚至還動手打人 一旁民眾見撞嚇得紛紛閃避 幾分鐘後又拉又扯 把其中一名男子帶上計程車 原來雙方為了感情糾紛 當街路人 中途發生在台北市萬華 附近是住宅區 一旁有不少的雙家 白天就開始營業 下午時對人卻發生了街頭路人案 當時有不少人都有聽到外頭的爭吵聲 被害人當時是被共同的朋友 設局約在這個地方 而嫌犯這一邊是帶了六個人來到現場 雙方是理論 但是是一前不合之下 竟然是當街把人掳上計程車載走 警方調查25歲的蔡新男子 和35歲的陳新女子交往 不滿69歲的李信友人 跟女友過從聖命 事後和對方開口要求賠償 但李信男子懷疑遭到仙人跳 氣得找來五名同夥 當街掳走被害人 還把他載到共犯的北投住處殴打 走在隊伍第一個 他就是策劃魯人案的理性男子 和被害人都是想要去毒品人口 早就認識 不滿平時經常買禮物給女方 竟然反被當成提款機 為了感情糾紛 雙方撕破臉 這回警方接獲名妝報案 立刻調閱監視器以車追人 幸好在四小時內順利把人救出來 才沒有釀成無法挽回的後果 TV新聞節目在馬台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